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武汉图书馆的古迪修复师白玉芝 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本传统的现状书 首先我们先备齐需要用到的材料 一摞圈纸 这个也可以用A4纸来代替 高度就是和你需要想要做到的侧子的高度一致 它的宽度是最后成品的两倍 两张以书页稍微四周都大一厘米的封皮纸 剪刀 美工刀 锥子 针线 指尺和胶水 折页的时候就是要让纸的反面在内侧 让它的正面在外面 尽量让它四边对得上齐一点 如果你用的是A4纸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然后它的漱口端齐 漱口用一个东西给它压一下 钢椎要跟纸面垂直 然后用这个锤 敲锤 把它砸下去 这要确保是你的纸面是贯穿的 然后长度的话大概就是在梳厂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执碾的作用是为了固定梳页 把多余的部分剪掉 有一点就好 翻转熟性 先把它砸倒 给它根部磨上一点酱固 给它根部磨上一点酱固 我们这样轻轻的像隔一张纸面去用力 这样最后做出来的刀口就会比较齐重 不是很平等的地方 后面可以用砂纸给它稍微磨一下 现在给它对折 在刚刚的纸面的位置 有点像 翻转过来拆起 先确定第一个眼位的位置 这个长度是数倍长的十分之一 这里的十分之一 这样是比较好看的一种做法 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 输线一般是输长的六倍 上面第二个眼穿下去 把这个输脊从中间的位置拨开 然后把这个线头拽出来 然后留一点在外面 把它捏紧 然后把你的线里顺从下面绕 梳背一圈 再从这个第二个眼刚刚的位置穿下去 他们把这个线里面绕下来 把这个线里面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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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适合的 把这个线里面写下来 再开始几乎 把这个线里面写下来 把这个线里面写下来 好几乎 在这一张线里面写下来 我们可以带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题签的大小最好是书宽的六分之一 长是书长的三分之二 这个就是我平时做的一个小本子 然后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内容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小册子用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